镜头有时会为我们捕捉到一些奇异的画面 若非是被记录下来 人们怕是很难相信 它们曾真实地发生过 今天就让女人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那些镜头记录下 难以置信的神奇瞬间吧 当寺庙的新年终生开始响起 是谁说这世上 只有母鸡才会下蛋 当调题的女孩 假装自己想要和猴子分享食物 行云流水般潇洒的后空翻表演 搬上帅气的男孩敏锐地察觉到 展现自己的时刻终于来到 女孩与海鸥亲密接触的画面 引来了男子的模仿 当聚餐的同伙中 出现了一个吃毒食的家伙 当你的家中 莫名出现一拖把 静静地躺在地上 当电视荧幕中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吓哭了男孩 在镜头里女孩的宠物 开始吃下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长路漫漫 惊喜和意外总是无处不在 男孩将永远地和自己的滑板说了再见 当发觉自己并没有受到宴会邀请的大象 开始闹起了小脾气 高难度的修车现场 一场街头的猫鼠大战正在进行 消防员们接到报案 印女子的手被卡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有点痕迹 费在了一场 对你很长时间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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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错 好 不错 好 不错 不错 好 男子通過監控 最終確認了這名偷襲自己的壞傢伙 當你的新興朋友也想要來上一段自拍 當你剛買回來的魚 被一個奇怪的傢伙盯上 都說從兩端壓碎雞蛋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於是男子進行了一場實驗 這便是為什麼 千萬別讓孩子去餵食長頸鹿 一場靶場上的小意外 當男子一聲嫩響 趕跑了滿屋子的人們 交通事故中的女子 為人們表演了一場街頭魔術秀 修剪指甲中的狗狗發出了痛苦的悲悯 司機發現了一隻一直堅守工作崗位的狗狗 無人機拍下了鯨魚用餐時的奇妙景象 遇上可憐的屬小弟 誰又能忍心則怪 男孩拍下自己與一頭豬之間短暫相遇的故事 飼養奇特寵物的男子 分享了自己散步 餵食寵物的全過程 玻璃門似乎有著神奇的魔力 吸引著我們的狗狗前赴後繼 當狗狗們發現了牠們中 出了一個叛徒 當新人司機第一天上路 當單身的貓咪被迫看著別人秀恩愛 女子想到一種奇特的方式 來逃避深夜停車場的收費 當小木屋被建造得過於堅固 酒店電梯中情侶們的日常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點贊關注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